1950年 两队国军残兵在缅甸相遇 在这其中一名领头的国军将领 名叫李国辉 另一个教坛中 虽然时候他们都是国军第八军中的干部 但是之前二人并未有什么太大的交集 不过对于现在来说 他们都是残兵败将 二人能在这里相遇 也算是莫大的缘分 于是相互上前开始寒暄 他们口中咒骂这老蒋不障的 自己逃到了台湾 如今的国军就和没妈的孩子一般 无人管教 但说归说 生活照样还得过 二人寒暄一番之后 开始互相激励 最后通过电台 成功和台湾当局取得了联系 他们原本想着 台湾当局会给他们指出一条生路 可得到的回答是自求多福 李国辉听完这话 立马气得满口芬芳 靠山山倒 靠人人跑 只有靠自己才是最稳妥的 于是二人开始合谋一条活路 当时他们二人所带领的军队 有两千多人 最后决定 就带着这两千人 以此处为基地 开启已经互毒 以毒养军的异域征程 然而 任谁都没想到 正是二人当时 为谋求生物临时制定的计划 却成为了点燃金山脚贩毒的火种 1948年 被戴英摧毁了60多年的缅甸 终于是迎来了独立 尽管缅甸各党派 一直在不断抵抗 但是能打跑老牌的流氓戴英 缅甸政府军 还是相当有自信的 他们根本不理会 这些叛乱分子 然而 1950年 一群伤残士兵和国民军的残兵领逃到缅甸 他们给缅甸政府军上了坚实的一刻 这残兵就是李国辉和谈中带领的国军 他们原本是国民党第八集团军 是老蒋坚持西南攻入的最后一道防线 老蒋退到台湾后 给他们留下了很多设备和物资 可即便如此 他们照样狠躯 最后面对我军数千里的追击 他们不堪重负 若荒而逃 从那以后 他们开始了一场持续一个多月的丛林马拉松 这些曾经穿着体面的国军 被我们的军队撵成了丛林野人 当这支国军看到中缅边境时 李国辉感觉自己有了新的生活 他知道只要越境 人民解放军就会放弃追击 所以他命令士兵们丢掉自尊 赶快开始逃亡缅甸 几天后当他们抵达缅甸小梦盆时 他们个个穿着破烂 骨瘦如柴 比乞丐还乞丐 当时只要他们遇到有人居住的村庄 他们就会冲进去抢吃喝 此外 与他们有同样情况的其他散兵 也慢慢聚集在这个边境城镇 残兵很快从1500人扩充到了9000多人 此时感觉自己又站起来的李国辉 立即召开了一次动员会议 将这些人重新组织 他担任总司令 并立即给老蒋发了一封电报 希望能批准他当一个师长 不幸的是 这个时候的老蒋如同金公之鸟 所以面对还在大陆的这些残兵 完全不在乎 最后更是回复了八个字 自谋生路 自生自灭 李国辉一听 就当场开始骂娘 我这边尽心尽力为你效劳 最后你却给我来这一套 于是他决定另起炉灶 最后经过商考 李国辉决定利用这些人进行毒品交易 要在缅甸打天下 当时这条消息 传到了缅甸政府的耳朵里 缅甸领导人心想 我这边刚刚独立 就跳出来这个门二货 于是下定决定将他们铲除 当时缅甸先是警告 要求李国辉在十天之内滚出缅甸 如若不然就会使用努力 李国辉一听 直接给气乐了 解放军我打不过 难道我连你们都打不过 结果 老李只派了两千多人 就打败了两万多缅甸政府军 此后 缅甸政府军多次入侵老李的基地 但是都被残余推倒在地进行摩擦 而缅甸政府军此时 也觉得自己不是老李的对手 随后只能互不干涉 任由他们在生分发芽后 开始大面积种植鸦片 进行鸦片贸易 后来金三角非常有名 李国辉也成为了文明缅甸的小李将军 然而 随着小李越来越出名 远在台湾的老蒋 再也坐不住了 1950年 远在台湾的老蒋 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 说一支残余的国民党军队 打败了缅甸政府军 众所周知 老蒋很不愿意去台湾 他一直梦想着反击大陆 当他看到这样一支勇敢的军队 被留在缅甸时 他迅速召集了第八集团军司令 刚一见面就破口大骂 这么一好的一支军队 你竟然把他们独自扔在了缅甸 当时 李离很无奈 因为他甚至不知道自己 指挥着一支如此精英的军队 后来 老蒋任命李离 维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司令 并要求他立即着手 整顿缅甸的这支新势力 李离毕业于黄浦四期 解放战争期间 差点被五军火捉 他曾经为了生存而杀害了三十万人 部队被我军包围 他们穿上受伤士兵的衣服 趁着战乱逃了出去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 李离是一个相当胆小的小偷总司令 虽然他在拿到任命证出后 没有贸然直接前往金三角 但他首先抵达泰免边境的梦版 然后在李约的一家小店 会见了李国辉 因为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指挥他的前下属 幸运的是 李国辉也是一名来自黄浦的正统士兵 他还没有摆脱服从命令的恶习 这样 李离抵达缅甸后 成功接管了李国辉的指挥权 然后 他装模作样地开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史 并向外界宣扬国军要收复大陆 虽然李离是一个贪婪之辈 但他的商业头脑远远高于李国辉 他接掌军权后 不仅使鸦片事业取得了真正的成功 而且还在缅甸建立了一所反共的军政大学 并在当地大肆招募士兵 这支残军到最后甚至达到了三万五千人 后来 曾经闻名金山脚的昆沙就是从这里毕业的 1950年7月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 躲藏在台湾的蒋介石 顿时赶到明天来了 他认为自己的机会即将到来 于是迅速向李离下达命令 要求部队全力以赴反击云南 李离曾是缅甸的土皇帝 他不想再次与人民解放军为敌 在军队出发前前 他告诉李国辉 反共还是要反的 但是怎么反我学你心里面有数 当然 李国辉明白 依靠这些暴徒来对抗缅甸军队是可以的 但是要和解放军对抗 那就是自找死亡 此时 美国人已经尝到了我军铁拳的滋味 他们想用国民军来牵制我们的军队 所以他们不断敦促老奖 只要你需要武器弹药 我随时支援 就这样 李国辉及其部下占领 云南边境的几个县和市 接到消息后 他一再证实 我军主力部队不在云南 于是才赶走到前线 举行了庆祝胜利的仪式 他们还吸引了许多 来自台湾和东南亚的记者 并拍了许多照片 寄给了老奖 而得到消息的美军 看到这种结果 也很心满意足 于是奖励了他们大批的物资 李黎拿到这些武器弹药后 立即命令李国辉撤回缅甸 因此 李国辉的部队一离开 我军就抵达中缅边境 李黎的这一番操作 属实让老奖没看明白 他不但是执行了命令 而且还没费一兵一组 最后还成功地得到了 美军的奖赏的物资 这么一来 他这三万人 可就真的成了缅甸的皇帝了 此时另一边的缅甸政府军 看到李黎此时的实力 心中疑惑 咱们谁才是政府军 所以感觉不抵李黎的他 秘密地与印度地达成了协议 在阿三的支持下 缅甸政府军开始骚扰李黎的国军 然而 此时 国军正忙于走私毒品 一开始 他真的让缅甸军队给打了个措手不及 等他们刚有空要对付缅甸军的时候 情况立即发生了逆转 缅甸联军再次受到国民军的打压 甚至连他们的指挥官都自杀了 战后 一名泰国记者采访了李黎 此时的李黎非常嚣张 他甚至毫不羞耻地说 我要成为缅甸国王 缅甸政府在听到这一消息后 有一种想死的愿望 不幸的是 他们无法一次又一次地战斗 但最后的结果却始终失败 最后没办法 他只能向联合国告状 说国军侵犯了他的领土主权 最后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 老蒋只能命令李黎退出 然而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这只猴子就是后来的昆沙 缅甸的最大毒销 1953年 接到命令的李黎和李国辉离开缅甸时 眼中充满了沮丧 没有了总司令 国民军的毒品生意也在衰落 李黎创办的反共军政大学也逐渐分崩离析 然而 一位从这里毕业的年轻人 悄悄成立了一支贩毒队 这个男孩的名字叫昆沙 他的中文名字叫张启夫 据说他的父亲是云南的汉族 母亲是缅甸的缠宗 此外 这个男孩是富有的第二代 自出生以来 他继承了父亲作为莱默部落酋长的地位 不幸的是 昆沙年轻时 因为民族之间的部落仇恨 而躲藏起来 因此 他也是一个可怜的富二代 16岁的时候 昆沙做了一件在金三角引起轰动的大事 为了谋生 帮助国军贩卖鸦片 再一次在护送过程中 他们遇到了劫匪 按道理说 当时敢抢劫国军货物的土匪 在缅甸并不多 据说 这土匪也算是亡命之徒了 但很遗憾 他们遇到了 比他们更残酷的昆沙 昆沙勇敢而足致多谋 他不仅帮助土匪运送鸦片 而且还经常向他们的首领行贿 后来 他举行宴会招待土匪头目 最后更是趁着土匪冷玩的尽心 开枪把他们都送到了地狱 这样一个无情的性格 很快得到了国军的认可 后来昆沙也顺利进入了 李李所创办的学校里 在军校中他还认识了 自己的宿敌罗星汉 他们担心流氓有文化 昆沙从军事学院毕业后 正是接管了老爸的地盘 并组建了他的第一支贩毒武装部队 在缅甸取得了巨大成就 此时 金三角毒品市场 通过二里将军的经营 已成为世界著名的鸦片集散地 昆沙和罗星汉都是来自国家军事学院 随后更是因为出色的表现 成为金三角地区毒品交易的两位哼哈将军 直到1962年 缅甸发生军事政变 新政府对地方武装的态度强硬 昆萨被政府召见 政府准备将他招安 后来昆沙也同意了政府的提议 在收到政府分配的武器装备后 立即开始绞死罗星汉 在两个贩毒集团之间的几场战争之后 罗星汉逐渐处于劣势 后来昆沙控制了金三角地区 70%的贩毒活动 成为了真正的鸦片大王 与当地反政府势力关系暧昧 缅甸政府看到 曾被自己圈养的猫 成为了一只能吃人的老虎 因此 969年 缅甸政府举行了鸿门宴 并通知昆沙参加在总部举行的会议 可怜英明半生的昆沙 就这么被缅甸政府逮捕了 幸运的是 昆沙的部队仍然在 在幕僚长张苏全的领导下 这些贩毒分子不断骚扰缅甸政府 缅甸政府出于稳定考虑 不敢杀害昆沙 1973年 张苏全为了营救昆沙 绑架了两名前苏联医生 威胁缅甸政府 经过近一年的谈判和调节 缅甸政府于1974年释放了昆沙 据说昆沙在监狱里 他对三国演义很喜欢 所以出狱后 他把自己的基地迁到了满星碟 这个地方叫做金三角中的金三角 他真正地位于缅甸 泰国和老挝这三不管地带 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民族和权力矛盾 混水摸鱼 此外 他将其贩毒武装更名为蝉帮革命军 并宣布将为蝉族同胞 得自由和独立而战斗到底 就这样 一个不可原谅的毒贩变成了民族英雄 也受到了反政府人士的欢迎 他的毒品王国在这个时候达到了底峰 一度控制了整个金三角地区 近80%的毒品贸易份额 1993年 他不再满足于成为毒枭 昆沙公开宣布成立蝉帮共和国 并成总统 这实现了二李将军未完成的愿望 然而要想让其灭亡 就必先让其疯狂 在其自任总统没几年之后 就得到了政府军的打压 随后他也自认为不敌 于是主动投降 后来被软禁直到2007年10月 他才解脱了这一生